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台国防部 18架大陆军机越过台海中线 一望收吊臂罗黎撞天桥 司机被捕 一鱼船在韩国南部海域沉没 造成三死亦失踪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下周将访澳大利亚 澳总理期待会面 中国驻美大使 放大中国经济问题 解决不了自身挑战 请大家收看 台国防部 18架大陆军机越过台海中线 联合早报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通报 最近24小时内 共有18架中国大陆军机 越过了台海中线及其延伸线 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空域 此外 还有10艘中国大陆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台湾国防部表示 台军已经采取措施 对这些军机和军舰 进行了监控和应对 此外 台湾国防部还通报称 昨晚侦测到中国大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运载火箭 但对台湾地区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台军已经掌握了相关弹道和轨迹的信息 并采取适当的警戒和应对措施 一望收掉臂螺梨撞天桥 司机被捕 联合早报 一辆螺梨起重机在新加坡撞上天桥 司机受轻伤 事故原因疑似是司机忘记收起掉臂导致的 事发后 司机被警方带走 因为他驾驶高度超过4.5米的重型车辆违反了法律规定 目前 警方仍在调查此事 一渔船在韩国南部海域沉没 造成三死亦失踪 联合早报 据韩联社报道 一艘渔船在韩国南部水域沉没 造成三人死亡 一人失踪 船上共有11名船员 其中4人是韩国籍 6人为印尼籍 1人为越南籍 事故发生后 10名船员被救出 但其中3人送医后不治 并有一人下落不明 目前 韩国海警正在全力搜救失踪船员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下周将访澳大利亚 澳总理 期待会面 美国之音中文网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宣布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将于下周访问澳大利亚 这是近7年来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最高级别访问 也是两国关系 进一步缓和的最新迹象 阿尔巴尼斯表示 他期待与王毅会面 并表示 近几个月来在消除贸易障碍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 此次访问被视为澳中 关系回暖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 最近中国以间谍罪判处 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 死刑缓期执行 使双方是否能持续改善关系 受到质疑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 预计在与王毅会面中会提出领事事务 贸易障碍 人权 预防冲突和地区安全等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澳通过对话协商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 并表示 中国愿继续与澳方加强对话合作 澳大利亚工党上台后 持续与中国对话 促成澳中关系回暖 见次移除包括大麦 煤炭 棉花 铜矿石 原木 荷果 和燕麦草等的贸易障碍 最近中国商务部发布了 撤销澳大利亚葡萄酒进口税的临时提案 这样人们看到了近三年的惩罚性关税 即将解除的希望 中国驻美大使 放大中国经济问题 解决不了自身挑战 联合早报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 在一次对话会上表示 将中国经济问题放大 并不会解决自身的挑战 他还警告称 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 只会导致越来越不安全的局面 谢峰呼吁中美双方 在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下 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他还表示 中美经贸合作空间广阔 希望更多美国企业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市场 谢峰的讲话是对美国对中国起重机安全问题的回应 中国外交部早前已否认了这种说法 美国众议院通过设TikTok法案 周寿兹 继续尽力保护平台 包括行使司法权益 星岛日报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 要求TikTok与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分离 否则将在美国遭到封禁 TikTok行政总裁周寿兹回应称 公司将继续为用户发声并保护平台 他表示 如果这项立法成为法律 将导致TikTok在美国被禁止 并使创作者和小企业主面临经济风险 周寿兹鼓励用户继续分享自己的故事 并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 该法案在众议院获得压倒性通过 但在参议院前景不明 这加剧了中美之间关于技术控制权的对抗 不过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若该法案通过 他会签字 澳洲金矿坍塌 样一死一伤 联合早报 总结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一座金矿 发生坍塌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时 两名矿工被掉落的石头压住 其中一人受伤严重 另一人不幸身亡 其他28人成功躲入安全舱 当局已展开调查 陈晓冬出任中国副外长 联合早报 中国国务院任命陈晓冬为外交部副部长 陈晓冬在外交部有丰富的经验 曾担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 驻伊拉克大使等职务 他将负责处理西亚北非非非洲地区事务 陈晓冬曾任中国驻南非大使 直到今年3月11日离任回国 中国目前有17位副部级大使 包括驻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的大使 以及向国际组织派驻的大使和派驻港澳的外交部特派员等 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TikTok 旺参议院能基于事实听取民意 星岛日报 3月13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涉及TikTok的法案 该法案要求TikTok脱离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否则将面临在美国的封禁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 总统拜登希望参议院能迅速采取行动 该法案将给予字节跳动大约6个月的时间来出售TikTok在美国的资产 TikTok对此发表声明 表示希望参议院能够考虑事实 听取选民的意见 并意识到这对经济和使用其服务的美国人的影响 TikTok面临的打压行动不仅是最新的举措 也是自特朗普执政时期以来该应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该法案在众议院迅速通过后 其在参议院面临更不确定的道路 一些人倾向于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监管外资应用程序 并解决所谓的安全担忧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如果国会最终通过该法案 他将签署成为法律 目前的政治气氛朝着有利于该法案获得通过的方向前进 TikTok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来应对美国政客的打压 该公司发起了游说活动 鼓励用户致电议员以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 TikTok的行政总裁周寿兹访问了美国国会 并希望与议员们会面 特别是参议院 尽管一些议员办公室拒绝了他的邀请 但其他一些参议员表示愿意与他谈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回应称 尽管美方始终没有找到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证据 却始终没有停止对TikTok的打压 他表示这种做法扰乱了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损害了国际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信心 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 最终必将反噬美国自身 澳洲著名金矿坍塌一死29人获救 星岛日报 澳洲维多利亚州巴勒拉特金矿发生坍塌事故 造成一名矿工死亡 29人获救 警方和工会官员证实了这一消息 巴勒拉特附近于1851年发现黄金 引发淘金热 警方表示 有两人被落实压住 28名工人在安全舱内避难 其中一名被压住的矿工脱困 但伤势严重 另一名被困的矿工 在救援队伍的努力下被确认罹难 28名矿工已安全获救 巴勒拉特金矿当局暂时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该矿位于墨尔本以西约两小时车程 是澳洲著名的金矿区之一 维多利亚州每年生产的黄金 约占澳洲总量的30% TikTok法案众院秒过 抖音美国版命悬一线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要求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出售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否则将面临禁令 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TikTok在美国运营遇到了实质性的威胁 此前 美国政府试图以国家安全原因限制TikTok在美国的运作 但由于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权利的原因 禁令一直未能落实 而此次通过的法案针对的是TikTok的公司结构 而非平台上的内容 因此合法性更难以撼动 虽然法案还需通过参议院并签署惩罚 但由于正值大选年 法案的最终命运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分析认为 TikTok的禁令不仅仅是美国对TikTok的限制行动 更是针对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强调 如果TikTok脱离字节跳动 由非中国的公司所有 可以降低美方对TikTok的担忧 此前 TikTok为回应美国政府的数据安全担忧 做出了各种努力 但并未打消美国政府官员 对中共仍有能力要求TikTok交出数据的疑虑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 宁愿TikTok在美国被禁 也不会允许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的美国版本 至于TikTok的买家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 已经有一些潜在买家表达了兴趣 包括电子游戏公司动视暴雪 以及甲骨文等 TikTok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令人瞩目 如果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的美国业务 将对美国的科技和社交媒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 如果脸书等社交媒体公司试图并购TikTok 可能会面临反垄断问题 最后 由于正值美国大选年 该法案在参议院的通过和签署惩罚 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曾试图对TikTok进行禁令 但未能如愿 因此 特朗普在TikTok问题上的态度转变 增加了法案命运的不确定性 此外 中国政府对此次禁令的反应 也将影响法案的最终命运 波音吹哨人 开枪自杀 他的律师没人会相信 星岛日报 总结起来 约翰 巴尼特是一位揭露波音公司生产线问题的吹哨人 他在提起诽谤诉讼之前被发现死亡 他的律师对官方给出的自杀说表示质疑 称巴尼特的精神状态良好 并敦促警方进行彻底调查 巴尼特曾在波音公司工作了32年 举报称公司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 但遭到报复和糟糕的工作环境 波音公司对巴尼特的去世表示悲伤 并表示与他的家人和朋友同在 此前 波音公司因737 MAX事故频发而备受质疑 杭州全面取消二手房限购 联合早报 杭州市近期宣布全面取消二手房限购政策 意味着全中国购房者都可以在杭州购买二手房 并且不再限制购买套数 此举是为了促进杭州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此外 杭州市还优化了增值税征免年限 将个人出售住房的增值税征免年限统一调整为两年 杭州市还要求加大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力度 并加快房源筹建 此外 杭州市还提出加快建立健全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以支持房地产再建项目的融资和建设交付 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此次取消二手房限购政策 是杭州市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之一 也是对市场需求的回应 目前 杭州市二手房市场面临巨大的库存压力 此次调整有助于缓解市场压力 促进市场活跃 周寿兹继续尽力保护TikTok平台 联合早报 总结 TikTok总裁周寿兹表示 公司将继续为用户发声并保护平台安全 包括行使司法权益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要求字节跳动180天内出售TikTok 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提供应用 这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技术控制权争夺 然而 该法案在参议院前景不明 一些参议员更倾向于采取其他监管外资应用的方式 澳大利亚总理表示 澳洲不会效仿美国对TikTok的举措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4月对营商环境建设开展实地督查 联合早报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将在下个月对营商环境建设开展实地督查 此次实地督查将针对企业在办理迁移或注销业务 参与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 遭遇乱收费 乱罚款 乱摊派 以及办证 办事过程中的不便利等问题进行调查 中国政府呼吁有相关问题的企业在国务院互联网加督查平台留言 并表示将对问题线索进行核查 经济议题在中国两会上成为热议话题 包括中国外长罕见地谈到中国的营商环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